合法障碍 合法障碍 记四种障碍 初级届时 生觉受以苦之障碍 哦,这里面有了 初级届时 生觉受以苦之障碍 中级届时 现生及出源之障碍 后级届时 见地中气相转变之障碍 此等是预计主要大小而言 然有些人于初级届时 依可能出现见地中气转变等 这个很难解释哦 对不对 就算合法障碍 在三级届时 产生的障碍 初级届 中级届 后级届 的时候 产生的障碍 身接受以苦之障碍 苦 你禅定的时候啊 禅定的时候 脚会不会莲花座 会不会金刚加符咒 金刚加符咒 会的人举手 金刚加符咒 脚敞一点的人 会金刚加符咒 脚短一点的人 就没办法双盘 对不对 对 脚短一点的 而且年纪大的人 他骨头太硬 没办法双盘 只好用单盘 不管你双盘 单盘 或什么盘 你坐久了 会不会产生痛 会 那个就是障碍 这就是 身 初级届时 你产生的障碍 你本来想说 我这一次要坐半个小时 一打坐的时候 要坐半个小时 但是你双盘的时候 一下子 你的两只脚就麻了 就酸了 就痛了 这个是结受上 初级届 结受上的障碍 再来呢 终极届时 现身及出源的障碍 什么叫现身 即出源之障碍 在进入禅定的时候 你会有产生一种接受 一种感觉出来 比如有的人 他整个头会麻掉 整个头会麻掉 有的人呢 身体像蚂蚁在爬 身体有这蚂蚁 这种接受 这蚂蚁在爬 蚂蚁爬 把他整个身体爬来爬去 会痒 身体的感觉通通都不一样 你在终极界的时候 也是有这种现象 身体 也就是身体跟出源的障碍 有时候 你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的味觉就没有了 甚至于你唾异就没有了 你那时候 言语 出源 你要念咒 你就没办法念出来 会产生这种障碍 身体跟颜的障碍 身体跟颜的障碍 后极界是 见地中气相转变之障碍 在后极界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 看到光 你会看到光 或者看到本尊 或者你自己感觉到 你身体变 也会有障碍 你自己会变成像一座山 喜马拉雅山那么高 你在禅定的时候 在后极界的时候 你地的现象就变成 喜马拉雅山那么高 再来有一点 你会觉得自己的 好像在宇宙之间这样子在飘浮 在一直在飘浮 那个就所谓地的障碍 就是像喜马拉雅山一样那么高 身体在虚空中飘浮 的时候 你在禅定的身体在虚空中飘浮 那个就是 空的障碍 你所有的念头啊 全部产生出来 布满整个虚空 这是水的障碍 所有过去的事情 全部涌现出来 这是水的障碍 那你有时候会感觉 全身都是佛 在烧你 全身都是佛 整个世界变成佛 那就是佛的障碍 这四种障碍都会出现 这个是什么样 见地中气相转变之障碍 此等是一句主要大小而言 然有些人以初级界者 亦可能出现见地中气转变 你在初级界的时候 也有可能 你的见地转变 整个 你所有的看见就已经出来了 这也是一种障碍 好 ok 好 这样子